地坚賓 馬功香港… 罷工救工, 罷工救工 幾千名醫護人員, 歷史性罷工五人 領導這次罷工的工會 成立只有一個多月 對方極權 江峰積聚 加入工會 去年八月開始, 短短半年內 有近五百個新工會登記申請 在近年香港公運上前所未見 組織工會 對方極權 康復地盤, 加入工會 捍衛教師專業, 守護學生人權 我們組織各行各業的工會 預備, 新行我們中一人 會全港三罵大罵, 好不好? 好… 以工會為抗爭力量的新戰線 為香港帶來什麼新景象? 是一個大罵的 叫服務員 有很多的 都出現了 對方各業的新戰線 對方的區域 是最重要的 有可能人想過 我幾乎 去年十二月籌早工会 一月初工会举行理事选举 当时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仍未传到香港 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多武汉肺炎 就开始消灭了香港 听起来我们搞罢工 会不会尽量我们在医院前提出 罢工时机方面 其实不是取决于我们 其实是和大家谈的 不是说我要动之旗出来这么简单 工会成立了一个月 收到超过一千五百名会员 入会人数理想 不过要发动罢工 罗卓尧当时说 香港打工仔未准备好 大家真的习惯投票就做了些事 譬如好像很简单 我用区议会来做比喻 我投给了区议员 区议员就搞了所有区的事务 其实不是这样 其实是你住在那个区 你责任去参与那个区的事务 不是说我纯粹买了一张属罪券 就结束了这件事 这些抗争很需要变成一些日常 工会就是职场 区议员就是港版社区 是 工会 要跟事务来看看 我们是医工工制装 是 现在是一个级终, 12点半至12点九 我想过了一点可能会少人 是 为了摆街站招收会员 洛卓尧很多时都要牺牲自己的吃饭时间 最能够收到会员 一定是回到医院里面摆 没办法 因为我们大部分同事都会留在里面 就算是吃饭也好 不像我们的公司可能出来吃饭 工会一直争取在医院内摆街站宣传 不过, 罗卓尔说 医管局一直没有批准 局方更曾经要求审查宣传单张内容 是打压工会 2016年, 卫生服务界选委申请 在医院里拉票, 一天就批准了 现在我们的工会 难道是因为我们提罢工 就要这样拖着我们 就像一个选官会那样 你说一说, 港独就要DQ你 不让你参选 不让你摆街站, 不让你宣传 就像一样 上月底, 首中武汉爆发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香港确诊 工会不满, 政府拒绝对京内地 被入境人士全面封关 测动罢工公头 大扣起码两个小时左右 因为上面超多人 在上面的楼梯打下去 接着整个楼梯打到这里 八年历史的医管局员工协会人数 超出近六倍 除了会员人数上 希望真实会去签宣言的朋友会多些 我们才会有一个行判的力量 去逼政府或是逼HA去做我们的要求 如果能够真的做到 有四千人或以上签了一个宣言 我想对大家是一枝疼心針 对所有工会都是 谢谢 罗卓瑶不是政治素人 2011年收督护理学系 后来加入学生会和学联 踏上社云之路 在学联在任期间 他亲力雨伞运动 后来的退联风波 让他一度避开政治 五年过去, 反修丽风波 让他再次走上街头 香港有点退无可退 有很多人付出了性命 负负了甚至十年以上的自由 究竟我们扔了工作还是付出了多少 如果我们不走下去的话 他们的牺牲又去了哪里呢 加上我们每个人都有牌子 如果真的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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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能去其他地方办法办法 始终我们有得选择 可能我们想要负负的事情 在10月份登上 我们就可以走进去 我们知道他在赋三号 我们要负负他的话 我有一个人说 我现在要负负的数 我现在要负负的数 如果有一个人说 我负负的数 肯定的数 我现在要负负的数 没问题 我现在要负负的数 明白吧 没问题 没问题 其实现在个心情 再到着还是压力很大 究竟是搞成了什么 整个行动其实都成为了 一个比较焦点的状态 还有可能现在的工会 可能对日后其他工会的路上 也有一些影响 所以希望这次能够搞得好多套一套 公投日前 工会收到九千个罢工签名 比预期多一倍 这一天会员公投决定是否罢工 罗卓尔说能够短时间发动罢工公投 很视乎时机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机 就是病菌不分你是男定王来侵袭你 所以大家都会对政府防疫工作做不足 而会有一个担心在 为什么做不到 是究竟什么令你做不到 你有什么政治考虑有什么经济考虑 是令到今时今日你 不是将香港市民的健康摆在第一位 不是将医护人员能够大家一起同心抗疫的 这个首要任务是否放在第一位呢 我们整个投票会会一路入人一路走一路入 那就到七点就结束 你看一看有人这样说 抽后算罪永远都是合法的 现在就是靠人多保护大家 如果喜欢卖其他人便会升降机 你一升降机的人数便不够多 我现在就是要用一个工会的形式 就是大家用这个形式做我才有一个统合的 谈判力量才有一个统合的做法工会 在一个颜色底下去保护大家 最新的13宗核诊过 所有人留意其中三个严重 你和七审叔叔有机会管理过 点票期间,罗卓瑶收到消息 保护肺炎病人病情恶化 虽然罢工很大机会会成事 不过他们也担心 疫情最终在社区爆发 心情也很矛盾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示 究竟罢工应不应该走下去 如果爆了,其实到时死了很多人 你不能回医院帮忙 其实我认同大家 根本不是想罢工 只是政府对我们一直以来的诉求 都是处于一个无事的状态 我们还是逼不得已走到罢工 这个绝部作出最后的控訴 赞成票为3123张 反对票为10张 以上的议案是以大多数获得通过 我们在这里宣布 医护界罢工正式开始 医护界发动大罢工 很多新工会表态支持 长期在航空界工会工作的施安娜 来到现场观摩 这么多会员愿出来投票支持他们的意向 我相信很多人会投票愿意罢工一票 很多时候说都无谓 要走出来才知道是最实际的 会员愿走出来投票 就已经是最清楚的民意 多数年 斯安娜是航空公司工会前主席 在反修例运动期间 工会联同业界的其他工会 在网上发文支持机场集会 去年底,在无原因下被突然解雇 估计就是他根本想杀一景白 航空工会又被人很大的形象 就是去一次的行动 公众也会很支持 这个触动了中国的神经 因为他会觉得航空业就是航空业 为什么航空业的人要搞政治的东西 我做的事我会负责人 但问题是我没有做错的事 我只是为我自己的言论我负责 但不是要被解雇,因为我的言论 斯安娜被解雇一度成为社会焦点 他控告前公司涉验歧视职工会 公司表示解雇和工会活动无关 他说就算胜诉,也复职无妄 官方可以宣布,单方面要求 这一边说要求他复职 如果他不去履行复职那件事 他需要被惩罚7万元 这就是努工法律的司令 对于大体企业来说 7万元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少的数目 我想他寧愿给那7万元 他也不愿意让我这些所谓的麻烦人 去再回去做事 我珍惜我的工作 但公司不珍惜我 那没办法 为何你要做到这么绝 还要是即日通知你就即日解雇你 完全没有顾念过你的经验 以及究竟现在发生了什么事 你是被打压 斯安娜离职半年,暂时未有工作 部分生活费是靠空勤人员总工会基金支持 他又跟旧同事联络 同事说他被解雇后 开始删除网上和政治有关的贴文 甚至连名字都改了 他改的名字甚至不是英文、中文 是不知道有什么文 是让你无法打, 无法搜索 你想想他们为了逃避了独灰文化 连同事和同事之间都失去了信任 其实是很可悲的 虽然《基本法》保障市民罢工权利 不过根据雇佣条例 员工要参与罢工 只可以在工作时间以外进行 如果是办公时间 就要得到雇主同意 法例保障有限 香港又没有集体谈判权 各工会也没有足够的储备 做罢工基金 在香港要罢工一点都不容易 而争取全面封关的医管局员工阵线 和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声的会面之后 宣布谈判破裂 启动第二阶段罢工 医护界罢工一开始 工会副主席罗卓尧 听到很多会员说 他们收到公立医院联网发的信 不同意他们罢工 惯常做法就是告诉你 这个不是我批准的活动 我们也要去研究究竟 他这封信里面的内容 有没有打压了法例上的罢工权 打工救助 警告罢工 打工救助 罢工最高分有七千人参与 逼近医管局十分一员工 即使如此 罗卓尧很明白 面对疫情恶化 医护人员不可以长期罢工 这个运动的一个 即将来这几天是一个很关键 就是因为人数会不会跌 或者是其他工会会不会接力 其实这个是未来的那个运动 比较关键的地方 就是能否接得住运动机 还有能否由一个医护界的运动 骨牌效应 多个新工会计划接力罢工 我们可以帮到香港 就是我们选择我们不去飞 新公务员工会主席颜母舟也来看看 公务员界别可不可以采取配合行动 大家看到医管局 或者林郑的说法 形容罢工是极端行为 甚至医管局物刑 其实是会做抄后算账 作为工会同样的一份子 其实对于这些打压工会的行为 绝对不能坐视不利 加油 各位 新公务员工会一直处于政治风眼 成立不久 政府就表示工会成员不应该批评政府 上月初他们摆街站宣传 会员连申请入会都不想被认出 其实入工会对于一个人来说 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帮他争取应有的权益 同事自己会很拷伤 因为一个很明显的白色恐怖在这里 他担心资料会让政府知道 让部门知道 然后有些不知道会怎样的 会被抄后算账的行为 我们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 同事有这个恐怖在这里 颜母舟看到医护界 十名参与罢工觉得很鼓舞 不过他理解公务员要保持政治中立原则 担心被秋后算账 他们处理会员资料时要特别小心 这部门目搜索 去年公務員集會 跟顏母舟一起站台 集會後無奈, 他不獲續約 處方表示合約並沒有續約保證 基於個人私隱 不便透露個別人士的離職安排 我經常形容家寶 可能是我們的第一敵權 我不希望再看到這個狀況 有問他為什麼? 他也有問… 我知道他有問上面的 但上面沒有給我任何解釋 心情都是沉重的, 但沒有後悔 如果他… 如果知道一上去就沒有工作 那我會否繼續上去 如果是為了香港 或者為了這件事好的 我覺得會上去 公務員屬於體制的一部份 走出來真是不容易 但你們可以撕走公務員的身份 撕不走香港人的身份 加油… 其實醫護罷工或公務員集會 很多人都會說 你們不怕被人解僱嗎? 不怕被人抽號算帳嗎? 其實沒有一件事沒有成本和代價 面對一些不公平 面對一些需要發聲的時候 你選擇了沉默 選擇了不去表達 其實你可能過了十多二十年後 看回自己 你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很怯懦的人 醫護罷工或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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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是要以重重的相聚的相望 根據這個投票結果 我們不會現場辦公務 謝謝你們 我們同事很愛香港這個地方 所以會去做這件事 為甚麼我們這個行動要去結束 固然有些同事是因為放不下病人 亦有些同事是有不同的壓力 但我相信這個不是整個運動的完結 而是其中一個點我們要繼續走下去 然後你去找大快 我愛你 坐在我的天 我愛你 我愛你 活有些很貴重 我愛你 奇怪